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媒体的这个发展呢 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空壳化或者叫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你知道我从这个昨天听闻他的死讯 我也不知道着了魔似的 我就在一切媒体上 在网上 在报纸上 在那那么多电视频道上 我就找任何一个跟他有关的这个新闻报道 甚至包括你知道现在深圳 他那个电视频道那种服务都有那个回看的 就回看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香港电视台 今天早上的新闻节目调回来回看 我就看了这个所有的 然后我就发现现在这个现象 就是说全是坑人的这个媒体 实际上所有的信息通过加起来 不超过十句话 你知道吗 你看那网站上一六几十条新闻 一个标题点开之后 内文也就是标题那一句话 所以我就说忙着我都没空上班 你有没有看台湾的频道 我也跟你一样 在家里不断看 我家里可以收到四个台湾的新闻频道 也是都在讲拉登 然后我看到时事评论员 那些台湾的所谓名嘴 怎么我看第一个频道是他 然后转第二个频道又是他 第三个也是他 就这样就是那四五个名嘴 就去了那四个频道就讲 所以你可想为之 他们讲的应该都是一样的 唯一差别就是 这不同的频道是不同的时段来讲 有些早上 有些中午 有些晚上 我现在到现在录之前 我看到最新的是 看到那栋房子 那栋房子 他们结构都已经做了分析 然后一个直升机 现在那栋房子 我已经比我自个儿房子还熟了 我跟你讲 他外边有一大块空地 三层的这么一个楼 很少窗户 很少窗户 一百万美元当年建的 然后他们现在 现在在北京都不止这么便宜 他们现在怀疑巴基斯坦 这个是早就知道 所以美国现在方面怀疑 说怎么可能这么多久 这个就怀疑巴基斯坦包庇他 这是最新的美国方面的 我看到最新的 最新的 好就是今天在火车上 跟那个走马字幕 拉登最后是怎么样的死的 我觉得死的 就像一个自杀性战士 就是这个原文啊 都说头部中一旦呢 实际左胸还中一旦 他是说端着冲锋枪 从楼上下来 一边冲美军开火 这个我估计啊 就是找死呢 就是要这样去死 对吧 我估计这一幕 他生前想过千百遍吧 你看你什么时候 看的材料啊 因为积讯这个不同时间 他会自我矛盾嘛 像我昨天看的材料是说 美军是说 我们去 就是要把他杀死的 其实没有希望说 把他抓起来 活捉 可是今天要公布 要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是准备把他活捉的 可是他反抗 那我们是互相 互相拨 对射 对抗的时候 把他杀死 你讲的这个两个消息来源 来自于两个部门 那个前面那个说是 得到命令 要把他杀死 是军方参与战斗的人 后面这个解释是政府方面 冠冕堂皇的话 实际的情况就是说 政府密令他们 就是尽量把他杀死 或者说一定要把他杀死 但是呢 政府就不好看吧 这样来说 就很难听吧 你说 所以他们说 我们是想要活捉的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他反抗 我们没办法 所以把他杀死 但实际的情况呢 他全部进去的画面 奥巴马是看直播的 他们那个士兵头上 带着那个设计下降 全部及时奥巴马在指挥的 是吗 全部及时 奥巴马一看 拉登的脸出现在镜头里 开枪射击 啪一枪 结果不是老百姓街头 举了一个比分牌吗 那个奥巴马是一分 拉登是零分 而且你知道 他们打棒球 打足球的 而且你知道 这个人类历史上 真是有这种双星的现象 就是寄生鱼 何生亮 现在人都说 寄生奥萨玛 何生奥巴马 就差一个字母 一个就差一个S 差一个B 是吧 一个是奥巴马 一个是奥萨玛 对对 积分牌就是这么写的 对吧 结果就是 昨天白宫门前喊口号 这帮美国人 我觉得也是很傻 不知道该喊什么了 到最后就开始喊什么 什么奥萨玛 杀了奥巴马 奥萨玛 杀了奥巴马 就干这个 我们那个是不能理解 也不是不能理解 就是说 我们那个情绪 跟在美国那边的人的情绪 一定有个落差 绝对不一样 我昨天要收到几个 住在柳约的朋友的电邮 他们就讲 那个情绪的确是很兴奋的 那种兴奋就是说 一段十年的恩仇 至少到一个段落 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你刚说他们也是喊到最后 不晓得喊什么了 有点乱喊 因为在那个情绪极端 亢奋的时候 的确反应不一样 那可是当然也有人在想说 我有一个朋友 穿那个电邮很好玩 他一直说 我也在那边非常兴奋 可是兴奋了五分钟之后 他又有一点悲哀 他说我们在干嘛 我们为了一个人的死亡 那么高兴 我们是人吗 虽然我明白有个恩仇 他杀了我们两千人 可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为了一个人的死亡 地球上一个人 活活被打死 我们那么兴奋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情绪非常复杂 整体来说 美国陷入那种 好像回到了一百多年前 西部 就是开发西部的那种状态 他们这个行动的密令 这个一个代号 也是曾经反抗美国 跟墨西哥的一个 印第安的首领的一个名字 整个这个行动 所以现在整个 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局面 我当然我先 我说明我这个 我也仇恨巴 尔拉登 对不对 反对恐怖主义 但是我觉得西方文明 其实已经进到一个地步 他们大家都在讨论废除死刑 对不对 已经在讨论 就是这个这种 所谓 以牙还牙 这个这种 这种的方法 是不是人类 这肯定不是最先进文化的吧 可是现在由于这一段 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受害者 我们有点旁观 但是总的来说 是有点 从文明进程来讲 但是这事啊 好莱坞的观点是 不妨用酷刑 你看这个好莱坞 这个不热播的这种电视连续剧 什么24 hours 24小时啊 他其实你发现没有 好莱坞啊 探讨很多国家大计 国家政策 当中的伦理选择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人民 也是在搞宣传 就是你看 他里面多次出现的这种 这种两难的抉择 比如说 如果是核弹放在美国 如果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 那么好莱坞的观点是 什么手段都要用 酷刑 什么割你的手指头 你看那个Jack Bauer 就是专门训练 就是肉刑逼供 而且事实上 他们不仅是这么说的 好莱坞的电影 即时性的电影 也告诉我们 他们也这么干过 也的确这么干过 弄一个无辜的 什么埃及的什么工程师 就是那样 我相信美国的智囊 他们已经仔细分析过了 要是真的活着的话 一个大难题 你将来公开审判 什么话 它只会激起全世界的 伊斯兰的 更加的激烈的 这种反美情绪 将来的审判的话 造成一个 所以他们肯定 仔细都盘算过了 死掉最好 而且马上海上脏掉 号称是什么伊斯兰的理 但其实伊斯兰 根本是绝少海脏的 是吗 其实这个是 他还有很多事情之后 要给公众一个交代的 其中一个 为什么要马上海脏 他说伊斯兰的习惯 是24小时要下脏 24小时内要下脏 因此他们造了他的习惯 但伊斯兰其实是 减少海脏 除非在海上出事 那么为什么在海上呢 他们的理由解释是说 没有国家愿意 接收这么一个人 让他永远的安葬 其实他也没问过 说不定伊朗愿意的 对不对 这个谁知道呢 但是他们就这么处理 但问题是 更雕诡的是 现在只是说 99%是拉登 DNA测试 电视剧每笔有第二集 是还有1% 那还能有疑问吗 那还能有疑问吗 他说99% 这是他新闻报道 是这么说的 那任何科学检查 都不会说100%的 一定99等于是说100 我看那个网上 还有讲那个冷笑话的 说是都是受了 那个让子弹飞的影响 美国宣布 真拉登已经打死了 对吧 再出现一个拉登 只能是假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嘉辉刚才讲 中国人的感情 当然跟老美不一样 我们凤凰网了解了一下 说你如何看待 美军击毙本拉登 这个调查 在凤凰网 投票人数最多的 占到58.7%的事 上线反美斗士倒下 这非常非常值得思考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没有这个我们 我对网络调查 网络调查的 他会这样花时间 跑来楼檐的 他基本上对某些事情 有很强烈的倾向 所以他的代表性 是不是那么普及 我跟你意见一样 我是非常怀疑 他有的时候 认真的去思考过 然后做一个答案 和这个随手勾一个答案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假如这个调查 出现在香港 或者出现在美国 或者出现在日本 就算是怎么急性了 就算怎么捣乱了 不会58%的人 说为拉登伤心 这个还是在中国 发生的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想了想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敌人的 就像你说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他反美嘛 那中国多少年 有个反美惯性 而且客观上 我们要想到 911那个时候 虽然这四个情 是一个非常坏的事情 但在911之前 美国是把中国 当做头号敌人 叫海南岛飞机撞 那个时候 美国苏联没了以后 他就找一个敌人了 911事情 你知道 那个大楼一撞的时候 我当时一看直播 我的第一反应就说 中国可以松口气 对啊 他们马上 这个美国 全部的力量 一直到今天 他去反恐去了 他不把中国当做头号 什么叫抓住时机 我们机会难得 而且就作为我们 很多中国人 他有一种什么 别人家的事 跟他不是修气与共的 那么一种感受 非生命化 你比方说 你要是真跟他说 美国死那么好些人 他就觉得这也挺可怜 但是你要不说 当年911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我正在一个饭桌上 那在桌上的 可都是我国的有识之士 干杯 干杯 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你看人就 你很容易受这个群体影响 干杯啊 祝贺啊 你看当时就这样想啊 没有人的情绪 可以很复杂了嘛 可以同时干杯 当然同时也为了 美国拉2000条人命难过 我觉得不矛盾 比较少 我那天也去过一个 一个这样的场所 那很多人照样在那里 看着电视 他直接看着电视 这个楼在 在那个情况 你看着那些人的反应 那真的不是那么伤心的 这个除了 我刚才讲 那个反美这个因素以外 拉登还有个情况 理想主义 浪漫 你看他那个形象 他属于那种战事型 这个虽然他这个事情做的 中国人理性上来讲 都说他错的 但是他这个整个那个范儿啊 他那一种就是 个人挑战全世界 仔细想想 那是个理想主义者 你只有他20亿财产 你有20亿 你怎么做 他就享受了 你有20亿财产了 你还在那么苦的 躲在这个山沟里 跟跟 这些中国人 很多青年人 我相信他在这方面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假如中国年轻人 有想得那么清楚的话 倒是值得恭喜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 假如顺着这个逻辑 来说的话 不要忘记 美国人后来做的事情 911 这个恐怖主义 当然不对 可是之后你看到美国 比方说在大的事情来说 不断进去其他国家 阿富汗 随心所欲的 毫无机会的 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为理由 去侵犯人家的主权 这个 当然会更加引起人家情绪的反弹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从围观来说 进去美国多么痛苦的事情 不仅进去美国 911之后 令到全世界去旅游 变成多么痛苦的事情 脱鞋子 脱鞋子脱衣服 几乎鞋子内裤都要脱掉 你知道吗 甚至现在连 都忍受着性骚扰去旅游的 对 但理性的来讲 这应该怪拉登 可是人不是 人就是怪安全人员 这美国老怎么这么烦 所以你会有这个情绪的反弹 那变成说 哎呀 你这美国 那个好像你呢 你们人的 美国人的性命最宝贵 其他国家的人的性命最宝贵 你死了两千多人 好像吵死了 那那边一下子 那个伊拉克死了 远远超过两千个了吧 好像没见得这么这样的讲 伊拉克人啊 那时候讲过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这样 他说911非常值得同情 可是别忘记 我们在伊拉克 每天都经历911 这句话后来 不断被用在其他国家 巴勒斯坦也是这样说 我们巴勒斯坦人 每天都911 甚至要变成 我记得前一阵子 香港那个好像讨论 跟那个恐怖主义无关 是说那个房价很高 民不聊生 我们也经常挂在嘴边 我们香港人每天都面对911 那个民不聊生 非常痛苦 这样所以说 这变成说 这其他国家的命也是命 不仅是美国人的命 才是命 所以那个非常有名 那个沙伊 他是中东的 他在美国很有名的学者 他写本书 名字叫Cover Middle East 就是说他的双重的意思 就是说一方面是报道 另外一方面是 遮盖中东的真相 他揭露美国的民众 怎么被媒介 被媒介 不我想说的是 第一 如果讲反美的 这个惯性 可以同情 第二 崇拜他的浪漫形象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网民的这种伤心 还有第三种 这种是我觉得应该警惕的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 其实就中国人一贯有个想法 就只要目标是正确的 手段可以不顾 所以很多人觉得 你竟然反美 其实拉登最大的 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是因为他不择手段 而不是他的目的 因为反美的人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反美 撒一也在反美 对不对 但是拉登这种反 我觉得大陆的 一般的很多 因此 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 很多人就会把一种 反 反某些东西的情绪 变成反社会的情绪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 可怕 所以我对这个58 我其实虽然理解它 可是我伤心 对这个58伤心 但是这个 就是像你研究的 这个李敖老师 就有这么一种怪论 你可以说 他就觉得就好像 像拉登这种 就是说如果你弱势的话 你连媒介 连说话都不是你的情况下 你没有任何武器 或者说是任何的优势 那么你要跟美国对抗 你怎么对呢 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但是到后来 那我上次还看见 王硕骂的这种观点 王硕说 那美国错了 也不等于拉登就对了 都错不行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看这个拉登啊 当然他也是个 有血有肉的人 你好比说 他还喜欢踢足球 他崇拜李小龙 看李小龙 他们有一个段子 就说是本来前一段时间 英国情报部门 收到拉登的一个录像代码 然后呢 末尾他大概为了 暗示这个录像拍的日期 就说上个周末 中国队踢的太差了 结果说英国情报部门 研究了半天 搞不清哪个周末 中国队没踢好过 应该说上个周末 中国队赢了 这很容易踢 这就差出时间了 所以我说啊 你其实咱要单讲面相 我都就说 所以人不可貌相 我经常我也不知道 咱也不会看他们那个民族的人的长相 反正他给我的面相啊 我经常觉得这是个挺良善的人 你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啊 我有时候觉得他的目光啊 他的脸啊 有时候还给我一种良善的印象 尤其眼睛 然后你看 他用他的死证明了他身边那家伙不是摆设 这等于是摆设了一辈子 道具似的哈 最后用上了 你说这家伙 那我不太明白哈 他逃亡十年 为什么不化妆呢 为什么不把胡子剪掉了 永远造型是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打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这些照片都是资料照片的 没有他前一阵子还有录像放出来啊 有他的对于他的部队演讲 对于他的 招牌嘛 他的影响力就在他的形象 对不对 他的声音 他的形象 他是对很多伊斯兰方向 他自己也把他塑造成通过这个行为 你从客观上 他也是通过这个 你们西方把他的行为放大到一个领袖的地步 他精神象征 精神象征了 可是他逃亡了 逃亡 就跑路逃走的时候 还是生命要紧 对 嘉辉博士好像今天还带了一本 专门研究海豹突击队的 没有 这个是一个回忆录 因为我看这些新闻 我就想说他们追了他十年 其实很多失败 上这个回忆录是一个参与者 2005年有四个海豹部队 进去阿富汗抓拉登 结果没抓到 还全部被打死 没有全部三个打死 一个重伤 后来又写了这个回忆录 最动人是说他们去了阿富汗 首先先进去 碰到三个牧羊人 其中一个是13岁的小孩 他们本来就想杀他 把三个杀掉 后来讨论了 结果不杀 全部放走 为什么不杀 其中一个考虑是说 你看那个照片 对 后来这几个人 大部分都死了 这就是海豹突击 曾经去追杀拉登的 对 后来投票 我觉得美国也蛮好玩的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队长 队长 这个队长当时考虑什么呢 他跟他的队员说 假如我们现在把他们杀了 那我们回美国 一定被判谋杀 谋杀平民 美国媒体 所以叫媒体产生影响力 他说美国媒体 我们国家的媒体会报道 那我们就吃不完 吃不完豆就走 怎么办 结果投票 其中一个人说杀 一个人弃权 两个人说放 那他们就把那三个牧羊人 放走 最后有留下后患 对 他们三个牧羊人 一走都被判 马上两百个塔利班的人 就过来 把这四个人围着 就把他们全部打了 一个人的脑袋 像刚看到那个队长的脑袋 没了一半 可是海豹就是海豹 后来他们找到他的尸体 他们脑袋没了一半 他手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完了 结果他几乎应该是已经死掉的时候 还能开舱 天哪 那后来 咱们看看美军阵亡的海豹突击队 这是美国人有名的 这种对遗体送回家乡 在大宽体的运输机上 这是阵亡的 所以后来那个人回去死不掉了 剩下一个人就写了一个叫 孤独的生存者 幸存者 那我那时候看这个回忆录 我都突然不寒而泥 想到假如我是当事人 我碰到三个牧羊人 我到底要杀别杀 不过这次也有啊 一个女的也不知道是谁 被拿来当人盾嘛 但是我发现这乱枪之中 海豹突击队毫不犹豫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当事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有门子 变成了 在家里面的 不一样 当事不一样 我没有 不一样 不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